作词 作曲 刘雨昕 作词 作曲 刘雨昕 作词 刘雨昕 好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影片呢 是我被逼公... 啊... 好的 接下来的这个影片呢 是我被工作人员逼要做的 他们说这个是心理测验 所以当然我不能自己一个人跳水嘛 所以我就叫他们全部一起来陪我跳水 好 来 开始吧 如果你现在要搭乘交通工具出去 你会选择你叫哪一种 火箭二极星机关闭船飞热气球 火箭 我觉得大家都很难得可以做到火箭 直升机如果你有那个的 钱呢 你是什么就可以做了 火箭的 火箭字代表你的歌述很特别 很贫图 很贫图 我很喜欢和别人精神 然后会不会轻易发笔机 这个就错了 我容易发笔机 你的新歌勇善就开了 然后很容易成为 还题中的开心 真的 除了发笔机那一块 我怕笔机来得快久了一块 然后只要有比赛的地方 就会有 孝顺 真的 你看 你看 来 大家笑 嗨 去买ice cream的时候 你会选什么口味 一张炒爱巧克力三菱和四芒果 有个 因为我觉得有个比 比正常的ice cream健康一定 代表你往往会在奇怪的地方 坚持自嘴心 奇怪 就是说 虽然有些人会因为人家子很独特而死吗 嗯 但是如果不肯进场合的地方 来考虑是否坚持一点的身体 这样子只会让别人去生活 然后不会赖到身边就想 我赖到身边就觉得 你觉得还好 他会在好好赖的地方 也 不会耶 我很容易 如果很像在一个场合 他们说服我一些东西 就讲 大家需要时间所以不厉害 要有理由 你现在业配的时候 他们要有理由说服我吗 你决定约会时要穿一件黑色外套 那你会选择什么颜色的上衣做搭配 一粉红色 二蓝色 三青色 配橙色 蛤 为什么有红色 都在我脑里面讲的是红色 我会 我会蓝色 蓝色一直以来都是我的颜色 嗯 代表你是一个井井有平 对于生活很有节奏的人 对 我很puntro 很有节奏 很有节奏 要不然我不会做客奏 你真的可以听到 可能在学前里 你是一个很强势有努力 哇 是 哦 是吗 我很强势耶 是吗 你有一点 但你回到家的时候 其实你还喜欢一个人 是 我回到家 我是静静不讲话 然后是我的直女 小姑 小姑你去哪里 我静静不讲话 谁跟我讲 做什么 经理甚至会认为 每个人只要现在一次救我 这样就没有了 这样就不对 这样就不对了 可是如果好像我出门出远门 那也是怎么样呢 就ok我 就是你不会觉得说 长期不见面是一个坏事 反而长期不见面是一个好事 不要太久啦 然后你会为了配团一般而强人 没有太空吧 你就觉得如果另一般加要联赛一起的话 你就觉得 ok咯 可以咯 不见到 诶 可是没有 我会直接讲 我会讲 你啊 你不要这样 这样 没关系 没关系 但如果继续有些这样的关系 不会让你感到家里是一只好处的 建议可以 选择 沟通你的时间的体力 或选择和你别动生活 相同的在一起 哦 放心啦 反正现在没有男人吗 随便呢 随便呢 如果遇到王家儿我会说 我会二十 我会二十四小时叫你 叫你tax我 我们最后的今天就是 有一大心理测验题嘛 先做 做卡 我们直接打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介绍跟他一样 如果东边 是树林 西边 是小河 南边 是厕所 北边 是沙漠 你会去哪里 小河跟树林 可是 这两个我会选择 小河吧 沙漠绝对不要 我宁愿冷死也不要热死 树林要为蚊子 我选小河 好 我们先把自己打下去 我们给大家介绍啊 然后下面有六个号 你最喜欢哪一个 七 第一个 八六八三 第二个 七九零六 七九零呢 第三个 八零零五 七零零五 七八零零 七一 七八零零 七一零五 七一零五 七八零零 七一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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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去旅行啦 请按照喜好排列 你点个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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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边 爬山 古增 海边 爬山 古增 嗯 你点个顺序 我会先玩那些很很无聊 然后后面再来一个刺激 跳伞最后 第一海边 嗯 呃 第二爬山 然后古增 啊就是那个顺序啊 一样就是他刚刚的顺序 ok ok 我跟他 你们找对象很调 也过口中 大家我的对象都很不错是吗 哈哈哈哈 你觉得 就是因为不错才会分 诶就是因为不能才会分的嘛 谁讲不错 也有 好 下一个是号码 这个 也是在就是 7一零五的 来 7一零五来了 我们的重点来了 特别想结婚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恨嫁 哈哈哈哈 看几算恨嫁 哈哈哈哈 我恨嫁 可是往往恨嫁的人 全部都很吃结婚 那你觉得这个是什么 算啊 我的家人都跟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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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恨嫁 我就 我觉得我是你们的号码 再加上我的号码 可望被人疼 因为我恨嫁 哈哈哈哈 我们的重点就是从自己来的 如果你看就是他自己就是所谓的女人 你看对象的时候你会注意的出去 台边那个是内涵 我先看内涵 对 然后呢 你再看 爬山啊 你现在他已经看人家的健康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对啊 然后他不想问他要人家 要运动他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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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OK 如果这样 照这样讲的话 应该是先看 先 骨疼 内涵 健康 跳线 跳线 那个跳线比较好吗 是吗 这个还好 什么 I mean 我不会求 I mean I mean 我对于新的东西 因为我是 喜欢你结婚后才有 所以这个还好 前面三个 我觉得我应该是先 鼓成内涵才 外表内涵才健康 那怎么一直觉得抵抗外表 不知道咧 除非你们觉得我的都很错 可是我都蛮准的 好准 这个蛮准的 我觉得这个还蛮准 现在你的状态是 内涵 内涵健康 外表 跳线 我说现在你的状态是会先相处 我 我会先相处 相处舒服才能够跟你走得比较久 而且你相处舒服 不然你觉得这个人有尊严了吧 说咯 这不是真的 我跟你说你觉得很丑的人 可是你跟他现在就久了 你觉得很舒服 你突然间会觉得他很帅 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是长大了 哦 长大了不去看那个 不去看古增的吗 看死咧 啥 啥 今天这个心理测验呢 不知道你们验的准不准 但是我的话实题应该有 三字题是准的啦 其实我觉得 哎呀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性的 大家都是独特的 知道不知道 所以呢你要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 那就要减好自己 哪一个点要改 我说做自己 就是把你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拿出来 可是当你知道你最真实的一面是 真的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 伤害到人了 还是要多多少少改一下 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好不好 我就希望大家在做这个心理测验的时候 也可以在某一方面认识到自己自己讲到什么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 拜拜